昨天你是不是在台下道戰的群眾其實有話都要想得到 那這個部分是怎麼看的 我想我覺得每個公民都可以表達他自己的意見 那我們當然是給予尊重 那作為一個黨公職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我想表現是可受公平的 那我覺得如果要用刻意的抹黑 刻意的在別人的傷痛上撒言 我想也只能尊重公民社會 我們台灣本來就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就是做好我該做的事情 那這個開刀寶說 有很多人認為是科很重要的 會在以法任務嗎 我想其實在這個活動當中其實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 的確公民社會對於司法落實 司法正義對於居住正義的落實是非常期待 也非常的失望的 有很多人對於民進黨的執政下的不滿意的聲音是非常高的 那對於說看他剛才談到說像國民黨 他可能也會被虛下台或是說被得到這個虛聲 很明顯的不論哪一個黨在批評民眾黨的時候 可能都會換來很大的虛聲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 那我覺得我可以理解公民社會對於居住正義 對於司法改革的落實 但是我覺得不論是哪個政黨 都應該要來做虛心的檢討 昨天有被問到說 在這個台上的發言被虛下台的這件事情 我想作為一個時代力量的政黨的角色 我們代表黨團上去說話 其實本來就應該要對各黨來做批評 又或者是來對各黨對居住正義和司法改革的不作為 來有所琢磨 那我想如果時代力量針對藍綠做得不好的部分 給予嚴厲的批評 但是遇到柯文哲遇到民進黨就說起來的話 這算是什麼樣的時代的力量 我覺得大家也必須來思考這件事情 那我想任何一個黨公職 又或者是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其實本來就應該可受公平 尤其是這些希望能夠來角逐總統大位的人們 其實更應該要來檢討自己 我覺得在批評當中有所檢討有所進步 才是對一個公民社會負責人的態度 而時代力量一直都是跟人民站在一起的 人民期待司法改革期待居住正義 我們就必須一起來檢視一起來推進 也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支持 時代力量過去其實在居住正義的部分 不論是從實價登錄2.0到平均地權條例到屯房稅 其實都是一直在努力的 那我想大家也應該看得見 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給予時代力量更多的支持 和更多的肯定 那是昨天被台下到實在的群眾 其實有大家都要想得到 那這部分你怎麼看 我想我覺得每個公民都可以表達他自己的意見 那我們當然是給予尊重 那作為一個黨公職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我想表現是可受公平的 那我覺得如果要用刻意的抹黑 刻意的在別人的傷痛上傻言 我想也只能尊重更民社會 我們台灣本來就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那我覺得這部分就是做好我該做的事情 當然也是因為小燈泡的事情 讓我開始對於公共議題 開始對於社會議題有所琢磨 並且來做倡議和推進 也是我從政的初衷 我想這件事情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我想其實在這個活動當中 其實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 的確公民社會對於司法 司法正義對於居住正義的落實 是非常期待 也非常的失望的 所以的確會看到是 有很多人對於民進黨的執政下的 不滿意的聲音是非常高的 那對於說 剛才看到說 像國民黨 他可能也會被虛下來 或是說被得到這個虛聲 那我覺得很明顯的就是 當我們在罵民進黨的時候 在罵國民黨的時候 台下相對來說是給予肯定的 那當然我覺得民眾黨作為一個政黨 其實也應該可受公平 但是也看到的是 很明顯的不論哪一個黨 在批評民眾黨的時候 可能都會換來很大的虛聲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 那我覺得我可以理解 公民社會對於居住正義 對於司法改革的落實 但是我覺得不論是哪個政黨 都應該要來做虛心的檢討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台灣政治的現狀 就是說不論是我們過去其實有觀察到 不論是男性的政治人物 又或者是女性的政治人物 其實絕大多數會在下面發生 又或者是支持度 又或者是觀看的人數 大概都是以男性居多 那我覺得是長期以來的台灣的政治的現象 那我覺得這部分其實是很希望能夠繼續推進的 過去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的確 在這個性別平權的角度之下 很多時候女性是比較忙於家務的 然後可能也會對公共議題比較是冷感的 那其實過去的我也是如此 因為我們的確很在忙於工作 還忙於家庭的照顧當中 但我們也很希望能夠喚起更多公民 不論性別 不論年紀 不論族群 都能夠對於他們自己的生活環境 是能夠更加關心 對於社會議題也是能夠更加重視的 所以我還是希望每個公民都能夠站出來 為自己的期待 為自己的理想來做發聲 其實我覺得民進黨執政 完全執政八年以來的確換來了非常多人民的失望 這也是為什麼批評和反對的聲量是越來越高的 那我覺得作為一個執政黨 或者是應該說作為每個政黨 其實都應該虛心的來做檢討和回應 那尤其是作為一個完全執政的執政黨 更應該要傾聽人民的聲音 那我們也會看到 過去我們民進黨其實在推這個縣問的政策等等的情況之下 去看到公部門並沒有以身作則 又或者是作為一個執政黨 並沒有以身作則 尤其是在冷氣房裡面吹冷氣 完全不願意走上街頭傾聽人民的聲音 我覺得是萬萬不可的 那我還是希望 不論哪個政黨都應該要來可受公平 來聽見人民的聲音並且虛心檢討 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夠進步 一起來推動台灣的社會價值 台灣的進步 我覺得這才是人民所期待的